和女友交往了一年多 她从不让我碰她 还说自己是个保守的女孩 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留到婚后 我对此深信不疑 直到有一天 我在她包里看到了一盒紧急避孕药 那药盒上明确写着 本品一盒两粒 事后24小时内服用第一粒 12小时后服用第二粒 可现在 盒子里只剩下一粒药 那一刻 我脑子轰的一声 完全愣住了 洗手间的水声戛然而止 女友刚洗完了澡 我赶紧把包放回原位 但是已经控制不住 开始胡思乱想 昨天女友跟我说 要跟闺蜜吃饭看电影 回来的时候都快12点了 难道 越想越不对劲 越想脸越绿 女友穿好睡衣出来 我撞似随意地问她 你跟你闺蜜 昨天看了哪个电影 好不好看 她擦头发的手一顿 随便选了的电影 当时光顾着跟闺蜜聊天 早就忘了 看我还要问 她赶紧说 不说了 明一早还有课呢 我得早睡 她转身后没看到 我脸色阴沉 那天晚上 一夜未眠 女友在一家 少儿培训机构 做舞蹈老师 只要我不忙 上下班都是我接送 她社交圈里的人 可以说我都认识 我想了一晚上也想不出 如果她真的做了 对不起我的事 到底是跟谁 早晨我照旧开车 送女友去上班 她忽然跟我说 今晚你不用来接我了 我问她 今天有事 你最近不是总加班吗 不想让你那么辛苦 我漠然不语 不对吧 之前怎么没见她这么体贴 反倒是经常因为我加班 不能去接她 跟我发脾气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嘴上答应了 煎熬了一天 晚上我开车 直奔女友的培训机构 找了个不显眼的地方 把车停好 然后就是等 快九点的时候 家长们陆陆续续 带着孩子出来了 然后是女友机构的 几个同事 唯独女友迟迟不见踪影 果然有问题 耐心快要耗尽的时候 女友出来了 她牵了一个 穿舞蹈服的小女孩 小女孩另一边 还有个三十来岁的 高个子男人 应该是家长 男人走到路边 一辆奔驰旁 拉开车门 示意小女孩先上去 小女孩还轻易地 跟女友挥手再见 原来刚刚是 跟学生家长在里头 看来是我多心了 说不定那个药 也只是个误会 所有认识女友的人 都说她单纯乖巧 我更清楚 女友是个听黄段子 都会脸红的人 怎么可能会背叛我呢 想到这里 我不禁为自己的疑心 感到愧疚 谁知道下一秒 就看到让我如遭雷击的一幕 小女孩上车后 男人用身体挡着车窗 手从女友领口探进去 用力揉了两把 女友娇撑着 轻轻捶了男人一下 这亲密又熟练的动作 绝对不是第一次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前脚刚到 后脚女友也回来了 她看上去心情很好 一回来就哼着歌去洗澡 包里那盒避孕药已经不见了 我翻出她手机 歌以前 我是从来不会看的 所以这就是她没有删掉 聊天记录的原因吧 对话列表第一个 备注是陈先生 二人之间洋洋洒洒 至少好几百条记录 越看心越凉 不许给我脖子种草莓了 我总不能再骗男朋友 说是蚊子咬的吧 你在你女儿面前收敛下吗 你家那位 你现在看着还有兴趣 说真的 我现在摸她就像在摸我自己 她那个搓衣板身材跟你一比 简直差远了 今天还是穿上次那件蕾丝的好不好 不给我看 信不信哥哥让你哭得合不拢腿 再往前翻 两个人还聊过我 对我还不错 愿意给我花钱 你男朋友是不是不行 竟然忍得住 忍不了也得忍着 他舍不得跟我分手的 男人问 你不会还要跟这种屌丝结婚吧 没想过结婚的事 反正有这么个甜狗在身边 也挺好的 每天腻了就踹呗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可亲眼看到这些对话 我四肢冰凉 如坠冰枯 恋爱一年 我这个正牌男友 想跟女友拉手亲吻 还得跟他申请 看他心情 至于更进一步的亲密行为 想都不要想 因为女友一直强调女孩子要矜持 还标榜自己从小家教严格 最珍贵的东西必须要留到婚后 这才是对恋爱 对婚姻负责任的做法 我尊重她的意愿 甚至觉得自己遇到了 一个难得一见的好女孩 可结果呢 在我面前成天比谁都真结猎女 背后却跟有夫之夫上床 天底下还有我这么可悲的小丑吗 怒气上涌 我快要气疯了 再也忍不住 一把推开卫生间的门 正在洗澡的女友吓到大叫 你干什么 谁让你进来了 女友护着下面顾不了上面 锁骨下隐约的几处红痕刺痛了我眼睛 我死死忍着 才没把质问的话说出口 不行 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 我深吸一口气 折纸刮胡刀 我来找这个 女友狠狠把香皂扔我脸上 滚 那凶狠嫌弃的模样 跟微信里对着别的男人撒娇发浪时 完全判若两人 妈的 分 必须得分 昨晚上 那个男人的车牌号我记下来了 再加上他女儿跟着女友学跳舞 想打听他是谁并不难 肩夫叫陈俊鹏 在一家集团子公司做副总 开的是豪车 住的是别墅 俨然社会精英 成功人士 自打他老婆怀而胎后 他有空就会送女儿上信去搬 所以一来二去 就跟女友认识了 我花钱找人 跟了这男的才几天 竟然还叫我发现 他不仅跟自己前女友 偶断丝连 而且至少做了两次大宝剑 狗东西是真剑啊 老婆怀孕了 一点都不消停 我把陈俊鹏和女友的聊天记录 跟他前女友吃饭的照片 还有他做大宝剑的证据 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又想办法拿到了 他老婆手机号 本来是想直接把这些东西 都发给他老婆 但是后来一琢磨 这么做 不一定能达到最佳效果 这孙子 现在有这些把柄 在我手里 要弄就要弄到他身败名裂 而女友这边 简直就像陷入热恋中的小女生 天天跟我住一起 却总是盯着手机笑 把我当瞎子一样 不仅如此 他每天出门穿的衣服 越来越暴露 下班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我提醒他在学生面前注意一点 他却说 我思想迂腐没情调 好好好 我没情调 那个渣男有情调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女友忽然多出来的什么包啊香水啊 根本不是他说的找代购买的 全都是渣男送他的礼物 两个人甚至约好了要去四汤泡温泉 女友顾忌重施 又搬出闺蜜来做挡箭牌 我努力扮演老实人的角色 不但叮嘱他玩得尽兴一点 还表示玩够了想让我接 就给我打电话 女友一出门 我就偷偷跟上了 渣男的车等在路边 女友一上去 两个人就亲得难分难舍 我用早就准备好的新手机号 给陈俊鹏老婆发短信 作为你老公的前任 我并不想插足你们的家庭 但是他总缠着我 麻烦管好你的男人 几乎是立刻 陈俊鹏老婆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没接 那边还是不死心 一直打 我又给他发了一条消息 有这个时间不如打给你老公 看看他到底是在加班 还是在干别的 严禁于此 我耐心等待着 陈俊鹏的车子刚刚起步 又靠边停了下来 下一秒 女友突然就被赶下了车 透过副驾驶车窗 能看到陈俊鹏在接视频电话 一脸猛逼的女友拍打车窗 结果陈俊鹏看都没看他 手机一放 一脚油门就走了 女友当场黑脸 回来的时候还很不爽 我装傻 宝宝 怎么回来了 不跟闺蜜去玩了吗 他没理我 进了卧室手机按键音 噼里啪啦响得不停 晚上等他睡着以后 我才看到他微信里都说了些什么 你为了那个黄脸婆把我赶下车 那头母猪除了会生孩子 还会干什么 你觉得这对我公平吗 陈俊鹏 好吗 化身怨妇了 这年头小三都这么理直气壮吗 还跟人家原配比公不公平 但他发了几十条质问 渣男一个回复都没有 他一肚子火气没处撒 就冲了我来了 对我横挑鼻子数挑眼 不是嫌我烧得水太烫 就是嫌我晾的衣服 没朝着统一方向 连意外停电也要怪到我头上 你买的这是什么破房子啊 停电了你就这么干等着 不想想办法 我到底能指望你什么 我几个闺蜜 人家各个找的都是有钱人 住大房子 结婚都有保姆伺候 安心等着做父太太就好了 你呢 能给我什么 我跟你了 怎么就这么多糟心事 如果另一半忽然对你挑三拣四 抱怨不断 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 他身边出现了一个你的对照组 我认他坐天坐地 只管低头看手机 这种态度更加激怒了女友 你是死人啊 我跟你说话呢 他试图来抢我手机 我终于不耐烦道 你他妈能不能闭嘴 我俩自打恋爱以来 我对他千一百顺 吵架了 重话都舍不得说一句 所以他此刻是又惊又怒 你吼我 你居然吼我 别说只是吼一下 要不是还不到时候 我都想删你 哪个女人像你这样啊 芝麻绿豆大脸的是跟着泼妇一样 没完没了的闹 亏你还是个搞艺术的老师 让你学生知道了 你丢不丢人啊 我一直没好意思说 你每次发脾气的时候 特别难看 特别丑 女友一直对自己的外表很有自信 又是学跳舞出身 从小听惯了别人的吹捧 久而久之 就真把自己当不是人间烟火的仙女了 对其他同性总有种若有若无的优越感 他跟陈俊鹏的对话里 一说起人家原配 就是什么气质土啊 长得村啊 男人婆呀 被我这么一说 他快气疯了 我却进了卧室把门反锁 他在外头摔摔打打 周扬 你会后悔的 别回头像个狗一样来求我原谅你 一声巨响 女友从我家走了 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我开车直奔女友爸妈家 之前他爸妈喊了我好几次了 我都推脱了没去 因为我知道他们找我就是为了借钱 女友有个已婚的哥哥 他哥结婚以后 八十来平的房子就没有他住的地方了 跟我同居前 女友还在外头租房子住呢 现在他嫂子快生了 家里住不下 老两口就想着给儿子买房呢 我一到他家就开门见山 叔叔阿姨 今天我来 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下和娜娜结婚的事 女友爸妈对事也没说话 我知道他们的想法 第一次上门拜访的时候 女友他妈就旁敲侧击 问我结婚的话 我家财里能出多少 我含糊着说了个当地水平的平均数 大概十万左右 老两口当场就挂脸了 为之事 女友没少对我阴阳怪气 说我小家子气 说我没诚意 说我看不起他 他爸妈又又喝了口茶 小周啊 怎么这么突然 我跟奈娜谈了一年多 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吧 而且我年龄也老大不小了 我爸妈一直催呢 他妈说 结婚可不是小事呀 我赶紧道 您二老放心 我跟娜娜结婚以后 我一定好好对她 我们家也会拿出足够的诚意 来娶她进门 他妈漫不经心说 诚意不是嘴上 说说就有了 娜娜有个表妹 你知道吧 哪哪都不如她 年初结婚 男方还给了二十万彩礼呢 我笑而不语 人女方也赔嫁了二十万 她是一个字都不提呀 我女儿从小娇生惯养长大 我跟她爸疼得跟眼珠子似的 我们可舍不得她吃苦 是吗 那怎么儿子结婚 眼珠子就不要了 在家里连容身之地都没了 长得不比那些女明星差 还有份优秀又体面的工作 这条件 真的 嫁刘强东都没问题吧 这 我不是刘强东 我就不评价了 绕了半天 女友她妈终于说到了重点 我就坦白说 娶我女儿 你们家至少得出这个数 然后她给我竖起三根手指 小了 格局小了 阿姨 我家出五十万 您看行吗 她妈傻眼了 你说多少 她爸一口茶水喷出来 也是满脸震惊 看向我 我淡淡一笑 五十万 才离我们出五十万 两个人 骑刷刷一个机灵 有了五十万 他们儿子的房子首付 可不就够了 而且 这钱还不用还 他爸激动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小周 你说的是真的 肯定的呀 叔叔 这事怎么能开玩笑 娜娜这么好的女孩 值得我对她好 不过我俩昨天吵架了 她到现在还没理我呢 他爸赶紧说 那没事 这丫头就是脾气有点大 回头我说她 我笑了点头 他妈洗上没烧 甚至跟我说 我家娜娜还是黄花大闺女 虽然你们年轻人 现在不太看重这个 但是女人嘛 结婚的时候有这东西 那就是底气 你是男人 不可能不在意这个对吧 所以其实 你家多出点财力也不亏 不提还好 他一提这是 我表情差点没控制住 我喝了口自己带来的水 压下眼里的嘲讽 他爸好像才刚注意到一样 立刻站起来 说去给我泡茶 他妈说要去给我做饭 我赶紧谢绝 叔叔阿姨 不用了 咱们自家人别见外 我还有事先走了呀 老两口破天荒 盛情挽留 我还是走了 我是真有事 这几天 我依旧让人盯着陈俊鹏 一旦发现他去酒店 立刻通知我 果然不出我所料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女友昨天才跟我吵架 离家出走 今天就找拼头了 我给他打电话 发现他把我拉黑了 估计也是怕我打扰他跟渣男的好事吧 我火速开车赶去酒店 今天绝对会让他俩终生难忘 半个多小时候我到了 帮我盯烧的小伙 把我带到802房间门口 小伙伪装成服务员 谎称有客房服务 陈俊鹏很快就来开了门 他披着松松垮垮的浴袍 一脸艳足 显然刚刚完事 看着这张脸 我再忍不了一点 用上吃奶的劲 对着他胸口 就是狠狠一脚 陈俊鹏猝不及防 直直退出去三米远 然后跌坐在地 我不给他喘息的时间 抡圆了拳头上去就是干 而且不打别处 就冲着他的脸招呼 才三两下他就鼻血狂飙 连连痛哭 你他妈谁呀 你再打人 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 我揍得更凶猛了 陈俊鹏屡次想还手 可一对二 他都没站上风 最后只能抱头挨揍 憋了这么多天的怒气 终于一股脑宣泄出来 背后突然响起一阵尖叫 女友从卫生间出来了 他看见是我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你怎么来了 这话问的 还我怎么来了 老子忍辱负重这么些天 不就是为了今天吗 看我又要对渣男动手 女友居然扑过来 用自己身体护着 我都快被感动了 徐娜 你不是说你要矜持吗 不是说你保守吗 不是说婚前不能发生关系吗 那现在算什么 合着你成天说要守身如玉 就只针对我是吗 女友恼羞成怒 反而开始指责我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为什么找别人 如果你样样都让我满意 我会找别人吗 你怎么不反思反思你自己的问题 你们听听这项话吗 真的忍不了啊 徐娜 你真贱 鸡都比你坦荡 女友跳脚怒马 你才贱 我今天就明确告诉你 他比你有钱 比你高 比你帅 哪都比你强 我就跟他睡觉怎么了 我们还要结婚呢 呵呵 你说结婚就结婚啊 当我不知道他肩肤什么底细什么来路 跟我还炫耀上了 我扭头对着小伙问 拍了吗 哥 放心 都拍下来了 趁着这会儿功夫 渣男赶紧给自己找衣服穿 反倒是女友 反正已经跟我撕破了脸 越发理直气壮 咱俩没关系了 你赶紧滚 我没理他 姓陈的 你老不知道 你在他怀孕的时候 出来乱搞吗 对面两个人同时变了脸色 我继续说 要是让他知道 你居然跟自己女儿的老师有一腿 不知道会怎么样 陈俊鹏皱眉 你怎么会认识我老婆 不重要 听说你还有两个小舅子 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陈俊鹏运怒 显然对我的威胁很不满 你说 你到底想要多少钱 一句话 把我火气又干上来了 我兜头给了他的大逼斗 钱你妈 有几个臭钱 你很了不起是吧 就知道钱钱钱 他不止一次跟你说 我只是个屌丝 但他现在都被我捉奸在床了 还摆个狗屁的谱 渣男太阳学一吐一吐的 那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慢悠悠道 想让我别告诉你老婆 也不是不行 你扇他十个巴掌 女友顿时勃然大怒 你有病吧 周扬我今天才发现 你隐藏的真够深的呀 骨子里就是个卑鄙 无耻 猥琐的搂货 我闺蜜说的真对 找男人就得找有钱的 因为像你这种臭屌丝 最自以为是 你以为用他家那个黄脸婆来威胁 就能挑过离间 女友滔滔不绝地输出 谁料突如其来的一个耳光 让他闭上了嘴 陈俊鹏神情复杂地看我 是这样吗 出手比我预料的还要干脆呀 我给他竖起大拇指 还有九哥 别糊弄我 但凡有一个不合格 重新来过 女友被打傻了兜 愣愣地盯着陈俊鹏 对方咬着牙 仰手给了他第二个巴掌 陈俊鹏 撕心裂肺的吼声 几乎要让我耳膜穿孔了 女友完全变成了一个泼妇 不管不顾地对着陈俊鹏 又抓又挠 跟平时温柔知性的形象 判若两人 只怕他那些同事和学生看到了 都得惊掉下巴 你还真的打我 你怎么能打我 我爸妈都没动过我一根手指头 陈俊鹏脸上被美甲 划了一条巨长巨深的口子 他脾气瞬间也上来了 那你说怎么办 如果不是你要死要活地把我叫到这儿来 会发生这个事吗 我会挨打吗 我不能让我老婆知道这事 他转头面向我 主要责任都在他 他从昨天晚上开始 就一直骚扰我勾引我 还说让我听他心慌不慌 说他痒 女友浑身一震 脸胀得像块猪肝 不知道是羞的 还是气的 好好好 狗咬狗 喜上家喜 喜闻乐见 喜大普奔啊 我面无表情提醒 还有八个 陈俊鹏铁了心 一只手支住女友 另一只手接着开始抽 这次大概是把对我的怒气 转移到女友身上了 到后面 不但力气没小 反而越来越大 三 四 五 最后一巴掌打完 女友的脸 肿得跟猪头一样 嗓子都哭哑了 十个巴掌 伤害不算特别大 但侮辱性很强 他双眼星红 眼神可怕的像要杀人 陈俊鹏铁青个脸问我 现在可以了吧 我微笑 行了 那我就先走了 徐娜 从这一刻开始 咱俩正式分手了 祝你们百年好合 说吧 我示意一直在旁边围观的小伙 赶紧走 还没出门 就听见女友谢斯底里 陈俊鹏你他妈就是个王八蛋 紧接着一阵梯里哐郎 小伙问我 哥 这男的你就这么算了 那不是太便宜他了 怎么可能 我等了这么多天 可不是就为了派他几张裸照就算了的 我二话不说 打通了报警电话 你好 我要匿名举报一起疑似强奸妇女的案件 受害人似乎还遭受了严重的暴力对待 目前情绪崩溃 跟嫌疑犯在对峙中 地点是张台路的全级酒店 房间号802 我是答应陈俊鹏不告诉他老婆 可我没答应他不干点别的 小伙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 哥 还是你厉害 酒店离派出所特别近 两位警察到的时候 徐纳跟陈俊鹏还在互殴呢 陈俊鹏看到警察都快吓尿了 偏偏这时候徐纳恨不得要他死 一口咬定就是强奸 最后两个人都被带走了 强奸案件不是小事 光笔录就做了七八个小时 不过毕竟两个人有聊天记录 还有酒店监控作证 陈俊鹏最后 当然没有被安上强奸犯的罪名 无所谓 他涉嫌强奸被带走这事 他老婆还是知道了 陈俊鹏老婆急吼吼地到派出所一问 原来是自己老公跟小三开房 最后还互相打起来引起了误会 当场震怒 要不是警察拦着 我估计陈俊鹏使都得被打出来 他自知理亏 就差点老婆跪下认错了 至于徐娜 成天讥讽人家 原配不如自己 真见了本人屁都不敢放一个 称得上是仓皇逃 他没来我这儿 也没回自己家 而是躲闺蜜那儿去了 几天后一个早晨 他妈的电话来了 小周 你跟娜娜究竟怎么回事 他昨天回来什么都不说 今早出门后 突然跟我说你们已经分手了 还说要辞职 我跟他爸快被他气死了 辞职 估计是怕自己的丑事败露 在同事跟家长面前抬不起头吧 我试探着问 阿姨 她没跟您说 我俩为什么分手吗 她妈语气有些不悦 没有啊 小周 不是我说你 年轻人吵吵闹闹很正常 不管什么矛盾 你是男人 要多理解多包容 何况你跟娜娜 都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呢 理解 包容 说得好听 那是你不知道 你女儿都干了些什么事 我装作情绪低落的样子 阿姨 归根结底 都是我做的不好吧 没办法让奈娜 事事都满意 现在我也是没办法了 她在我这里的东西 我收拾好后 会送到你们家的 胡闹 她妈听我这么一说 急了 现在什么都不要说了 你离得近 你快去拦着她 别让她辞职 阿姨 她现在肯定不听我的呀 你先去把人拖着 我马上赶过来 好好的工作 怎么能说不要就不要 挂了电话 我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开车往过去赶 我到的时候 正好看到徐娜 从一辆出租车上下来 她戴着棒球帽和口罩 裹着一身黑 生怕被人认出来 她一抬头就看到了我 你来干什么 我耸耸肩 你妈让我来阻止你辞职 徐娜顿时恼怒 咱俩已经分手了 我要做什么 跟你有屁的关系 我点头 是是是 她见状更来劲了 周扬 你以为你是谁呀 不管我做了什么 掏开这些不谈 难道你就没错吗 我是错了 错在眼下心芒 找她当女朋友 错在不该无条件的 对她好 别以为你抓住了我的错处 我就会对你心生愧疚 跟你分手 也没什么可惜的 你信不信 我分分钟就能再找个比你强的 我笑笑 我信 她瞪我一眼 赶紧滚 徐娜进去没几分钟 一伙人气势汹汹地闯了进去 打头的不是别人 正是陈俊彭她老婆 她不认识我 板着脸跟我擦肩而过 我眼睛一亮 好啊 来得真及时 不枉我第一时间就通知她 小三今天要出现 徐娜呢 给我滚出来 陈俊彭老婆 虽然挺个运渡 吼起来中气十足 正在大厅等孩子下课的家长们 纷纷抬头 前台吓了一跳 若若问 您好 您找我们小许老师试药 什么狗屁小许老师 就是个不要脸的贱人 把这个臭婊子给我叫出来 我要问问她 睡自己的学生家长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话音刚落 一片哗然 家长们全都被震慑住了 姓徐的人呢 出来 我知道你现在就在这儿 有胆子做那种没脸没皮的事 怎么没胆子出来见我了 她带来的几个人不用吩咐 楼上楼下每个房间都不放过 没一会儿 一个花碧楠 就把尖叫着的徐娜 从二楼给拖下来了 姐 人找到了 徐娜一头长发 被粗暴地扯着 帽子 口罩 身上背的包拳都掉了 她脸上红肿还没消退 看到陈俊鹏老婆后 眼里都是心虚 袁佩健小三 分外眼红 陈俊鹏老婆咬牙切齿 你很有手段嘛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美 特别有魅力 破坏别人家庭很好玩是吧 当着学生的面 跟学生爸爸调情 特别刺激对不对 她每说一句 都要狠狠扇徐娜一巴掌 徐娜被按着 跪在地上 避无可避 痴痛惨叫 前几天才 刚被陈俊鹏打 今天又被他老婆打 脸红得像低血一般 她哭得都快喘不上气了 陈俊鹏老婆 打了几十下 还不解气 还说我是母猪 说我哪都不如你 没你白 没你大 臭婊子 这么爱发骚 今天就让所有人都看看 看看你到底哪白哪大 她说着就要去扒 徐娜的衣服 徐娜吓坏了 比起被打得疼痛 当众羞辱 才是最让她害怕的 不要 啊 不要 有些家长实在看不下去 试图来拉架 花壁难怒喝 我看谁敢 谁帮小三谁 就是跟她一样 不要脸 徐娜死死护着衣服 可怎么抵得过 好几个人的力气 甚至还被人拽着衣服 在地上脱行了好几米 她大哭大叫 衣衫凌乱 要多狼狈 有多狼狈 人群中突然有个人冲出来 狠狠撞开花避难 你们是谁 凭什么打我女儿 原来是徐娜他妈 徐娜宛若看到救星一般 缩在他妈怀里抽气 陈俊鹏老婆冷笑 你是他妈呀 你个当妈的 不知道你女儿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 她做小三的时候 就该想到会有正一天 你放屁 我女儿什么为人 我能不知道吗 绝对不可能当小三 你们莫名其妙打人 我要报警 徐俊鹏老婆不知道从哪拿出一打纸 狠狠摔在徐娜身上 那你就睁大眼睛看清楚 这个搔手弄姿的 是不是你女儿 跟她一起的几个人 像发传单一样 给所有在场的人 给所有在场的人通通发了一份 躲在角落里的我也没落下 拿到手一看 好家伙 我直呼好家伙 厚厚一落 全都是徐娜的大尺度照片 原来我从她手机里看到的 已经是删减后剩下的了 看来陈俊鹏为了求老婆原谅 把徐娜出卖了个彻彻底底 家长们忍不住开始讨论 我靠 这真的是小许老师 这照片跟全脱了有什么区别 我的妈呀 太劲爆了 她看上去根本不像是 会做这种事的人啊 童童妈大着肚子都来了 这还能是假的吗 我记得她有对象啊 图什么呀 小三还能图什么 图人家有钱呗 我就说每次下课 两个人都要最后才走 原来是有一腿 只是可怜孩子了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什么 徐娜他妈彻底惊呆了 拿着那些照片的手 一直在打仗 而当事人本人 此刻听着周围家长们的讨论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陈俊鹏老婆继续贴脸开大 看清楚了吗 这就是你的乖女儿 在我孕期勾引我老公 多次开房 你不是还要报警吗 你报啊 徐娜他妈刚刚喊得有多大声 现在就有多安静 机构的店长急匆匆从外边跑进来 看到现场情形一头黑线 他走到陈俊鹏老婆面前 彤彤妈妈 我十分理解您的心情 但是咱们有任何事都可以做下来慢慢沟通 您看孩子们都还在上课 影响确实不大好 还有这些照片啊什么的 千万不能让孩子们看见啊 王店长 这种品德败坏 不知廉耻的老师 你们机构还要继续用吗 店长一脸为难 这时有几位女家长居然同仇敌忾了起来 我生平最恨的就是小三 王店长 如果你们继续用这种人 我们就退钱 对 退钱 可千万别把我孩子带坏了 有这种人在 以后谁家还敢让老公来接娃呀 徐娜羞愈死 她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 猛地一下站起来 王店长 我今天本来就是过来辞职的 你也不用为难 我主动走人 说吧 她捡起自己的帽子和背包就要走 结果还没走出两步 又被人一把拉回来 陈俊鹏老婆问她 我让你走了吗 徐娜显然已经濒临崩溃 她带着哭腔大喊 打你也打了 骂也骂了 我的名声你都毁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背的这个LV 是我老公送你的吧 这属于我们夫妻共同财产 你不还 我是可以告你的 徐娜一脸屈辱 只好从包里拿出手机 然后把包狠狠往地上一扔 谁知道有个男的 立刻拿出把剪刀 当着徐娜的面 三两下就把包剪得七零八落 陈俊鹏老婆轻飘飘道 你背过的我闲脏 反正也不值钱 她都跟我坦白了 你们一共开了四次房 每次她都会送你一个东西 但你还不知道吧 你当成宝贝的那些玩意 其实全都是假货 真是可悲 出来卖的陪人睡一次 赚的恐怕都比你多 徐娜浑身一震 陈俊鹏老婆说完吃笑了一声 就带着人离开了 留下风中凌乱的众人 徐娜他妈脸色阴沉 推了还在猛逼中的徐娜一把 还不走愣着干什么 还嫌不够丢人的 你妈这张老脸 今天也被你丢光了 袁佩和小三都走了 不知道是谁说 怎么这种事都只打小三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得了吧 你怎么知道 人家没打男的 两口子关起门来的事 你又不知道 反正教训小三总没错 该说不说 真解气 孩子们要下课了 赶紧把这些东西收好 没眼看啊 陈俊鹏老婆会不会原谅他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不行 光打他一顿 难解我心头之恨 我把他多次出轨 还爱做大保健的事 捅给了他公司 顺带着造了一点小小的谣 说他因为嫖的次数太多 疑似得了性病 公司高管副总的桃色八卦 哪个打工人不爱听啊 还没一天 八卦就传遍了公司上下 三人成虎 吃瓜群众们的想象力 实在太丰富 疑似得了性病 居然逐渐发展成感染了爱滋 最后的版本 变成了真真假假的大杂烩 陈俊鹏因为嫖娼得了爱滋 就报复社会 故意多次跟人约炮 连自己女儿的老师都不放过 甚至有一次还被带到了警察局 再加上有不少女同事爆料 都曾被陈俊鹏或多或少的言语骚扰过 陈俊鹏在公司里的口碑一落千丈 我痛快笑死 跟他一个办公室的人都快吓死了 纷纷和公司反应 实在没办法跟这种人一起上班 陈俊鹏是有口难辩 毕竟他作风不正 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只好接受公司给他的停职处理 具体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 就不得而知咯 我把徐娜放我这儿的东西 通通打包 叫了个货拉拉 送回了他家 尤其是陈俊鹏送他的几个假包 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到他家没见到他 他妈却不死心地拉住我 居然问我跟他女儿 还有没有可能 我装模作样地说 阿姨 你是长辈 我不好当着你的面说什么 但是我跟徐娜是真的没可能了 小周 你俩好了那么长时间 你就不能原谅他一次吗 你不是一直对娜娜挺好的吗 难道那些好都是假的 那你让他以后怎么办 不是 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 好人就活该被骗 活该被虑 完事还得被盗得绑架 看我不说话 徐娜他爸似乎很艰难地下决心道 那这样吧 财离我们也不要五十万那么多了 你可以少十万 毕竟这件事是内娜有错在先 少十万 算是我们的一个态度 我嘴角一抽 这一家人的脑回路 真的有够奇葩的 我坚定拒绝 叔叔 还是算了 分手的时候你女儿说过了 她看不上我的 我看还是别委屈她了 说吧我扭头就走 走远了 还能听到他家摔摔打打的声音 徐娜他爸怒骂 丢脸的东西 干出那种没脸的事 你回来干什么 赶紧滚蛋 他妈也在埋怨 本来你哥的房子 马上就要着落了 都让你给脚没了 然后是徐娜大哭 就知道儿子 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是吧 那我走行了吧 我撇撇嘴 本以为事情到此 就算彻底结束了 没想到一个月后 让我听到了一个 无比震惊的事情 徐娜把陈俊鹏给捅了 原来自从两个人 被我在酒店抓住 陈俊鹏删了徐娜后 他就一直怀恨在心 紧接着 他又被原配当众暴打 还在众人面前丢光了脸 搞丢了工作 更令他崩溃的是 陈俊鹏这货 还真的有心病 徐娜不可避免地被传染了 这成了 他杀陈俊鹏的直接导火索 听说陈俊鹏被连捅了七八刀 ICU待了两天 还是没抢救过来 徐娜自然不用说 故意杀人 等待他的 只有法律制裁了 他那样娇气高傲的人 走到这一步 只怕彼此还难受吧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